也就觉得他儿子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孩子 一定要送外甥去当同罗 不让外甥去读书 只想让他踏足娱乐圈 我身为省里重点中学的金牌教师 实在是看不下去姐姐的这种做法 四处寻找黑中介的证据 终于让姐姐放弃了这个想法 之后我又将外甥接到身边亲自辅导 成功将外甥送进了名校 但是在外甥功成名就后 却将我骗到了棉北 我被卖的器官 最后惨死他国 在征言我回到 姐姐要带外甥去参加铜锣筛选的那一天 这次我选择闭嘴 笑着把姐姐一家送出了门 我们家小轩长得真帅气 以后肯定是个大明星 你姐夫的表姐家的侄子 就是这样当上小模特的 听说现在随便出去拍一个杂志封面 就好几万 可风光了 听了我亲姐姐的声音 在看着他激动的手舞足蹈的样子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我不应该是死在了棉北吧 嘉惠 你发什么呆呢 我跟你说话 你没听到吗 姐姐看到我半天 没反应不高兴了 她从小到大 就是一贯的跋扈 只要我稍微不顺她的心意 就会在我面前摆脸色 而我却意识到重生了 既然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那这一次 我不会再多管闲事 只管好自己的生命安全 姐姐 我觉得你们的决定 做得挺好的 我做了决定 当然是最好的 你不会是因为自己这么老了 没能结婚生孩子 嫉妒我了吧 我跟你说 你这种快三十的女人 是很难有人要的 我之前都跟你说过 让你早点同意 和老家表哥的婚事 不然现在也不至于 孤家寡人一个 姐姐嘲讽的语气过于明显 如果这是在上一世 我一定会和她争论起来 但是现在 我却懒得再多费口舌 只是顺从地点了点头 姐姐说的是 可能没想到 我会这么听话 姐姐也是一愣 就再也提不起说 我的兴趣 只是继续自顾自地 说起了她的宝贝儿子蔡轩 想起在我被外甥 骗到绵北的时候 我曾向姐姐和我妈 打电话求救 希望她可以救救我 我还再三保证 不会追究外甥的责任 但是他们 却在电话那头嘲笑我 到了那时候我才知道 在他们眼中 我永远都不是他们的家人 既然如此 上一世又生命 都换不来的亲戚 这辈子 我是一点都不稀罕了 没过几天 姐姐带着外甥来了我家 姐姐今天带小轩过来 是为了同模的事情吗 上周我带小轩 去参加同模选拔了 小轩进入副市了呢 我就知道 我家宝贝是最棒的 第一名肯定是小轩的 我就知道 她是来炫耀的 而上一世选拔的那家公司 就是黑中介 打着选拔同模的名头 哼门拐骗 但是这一世 我依然会去拿到那些证据 不过给的人不再是姐姐 而是警察 至于姐姐一家 他们愿意做明星梦 那就去做吧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是啊 小轩很可爱 肯定很多人会喜欢她 听到我夸外声 姐姐更加得意 但其实 蔡轩长得非常普通 时间过得很快 一个月过去了 我也顺利结束了 这个学期的期末工作 当老师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寒暑假 这次的暑假 我久违的约了朋友去旅游 在我联系上朋友的时候 朋友都是大吃一惊 我还以为 你长在你姐姐家了呢 天天为了他们出钱卖命 现在终于想明白了 不提了 我外声参加同模选拔 进了前十 我姐姐一家 现在也没空管我 这话的确不假 我在放假前 就看到了姐姐的朋友圈 说外声成功 被经纪公司签约 她把所有亲戚朋友 都被通知了一遍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那家公司 对于所有报名孩子说的 都是入选 如果不出我所料 之后就要开始 让他们交钱了 从几千的报名费开始 之后的金额 只会越来越多 如果要毁约 则会面临巨额的违约金 嘉惠 你外甥昨天刚去拍了什么杂志的照片 但说公司他没有经过训练 需要培训 不然机会会被其他人顶替的 我听说你这学期拿了不少奖金 你现在就马上转五千过来 下午就要去公司付报名费了 正躺在沙滩上呢 我接到我妈的电话 这语气就跟我欠他们一样 不过我还是马上答应下来 挂了电话 就给姐姐的账号赚了钱 你怎么还是在给你姐钱呀 毕竟是我亲外甥 就当是提前给她压岁钱了 那么小的孩子 哪里用给那么多压岁钱呀 你的钱又不是大风挂来的 朋友还是在替我愤愤不平 我失效 没有血缘的朋友 都能为我这么着想 而血脉相连的亲妈亲姐姐 却不把我当个人 还真是事态炎良 不过我这次给钱的目的 却不是我还放不下姐姐一家 而是有我自己的原因 第一 我不能让他们看出端倪 第二是不能让他们就此止步 他们的福气还在后面呢 开学前我再次见到姐姐 就看到外甥看起来 的确和之前不同了 有几分贵气的样子 不过才四五岁的年纪 就天天用鼻孔看人的样子 嘉惠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妈都病了 还要给我们做饭照顾小轩 妈生你真的不如不生 一头猪都比你有用 直到我回来的那天 姐姐看到我就指着我鼻子大骂 我冷眼看了眼身后 红光满面的亲妈 哪里有生病的样子 无非就是我没有像之前那样 去给姐姐家当保姆 他们心生不满罢了 姐姐 你可是误会我了 我不是去玩的 是领导派我去那边学习 这次要是我能升职 工资也会变得高一些的 听到我这么说 姐姐的态度也缓和了不少 我亲妈更是得寸进尺 直接瞪了我一眼 那你怎么不早说 既然你要涨工资了 就快点先给你姐姐两万 公司安排小萱去参加外省举办的活动要提前 但他们没想到 我突然跪地哭了起来 妈 姐姐 我好没用 前段时间 我朋友让我一起投资一个项目 我想着可以多赚点钱 就把存款都投了进去 但是没想到我被人骗了 他们带着我的钱跑了 我的钱都没了 妈妈 你和姐姐要救我呀 他们让我赔偿尾款 但是我真的没钱了呀 什么尾款 谁让你赔钱 你倒是快说呀 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谁 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我颤颤巍巍接了起来 还小心碰到了免提县 陈老师 听说你搬家了 是啊 有些原因 我准备把现在的房子卖了 就先搬出去过渡一下 这样呀 可是我听说你现在租房子的地方环境很差 我弟弟家有个空房子 正好在招租 要不我推荐你去那边是在正经小区里 安全一些 离学校也近 我知道同事都是好心 但是我不能去 毕竟现在我在姐姐一家里严厉 可是生死拒债的人 哪里能住在高档小区里呢 我婉拒了同事 继续专注下个月的考核了 如果我能成功通过这次考核 就有机会可以叫去首都的总校任职 我热爱教育行业 能力也是有的 自然希望能去到更宽广的平台 而且如果想要摆脱姐姐一家 我就不能再继续留在这里 所以要卖房子也是真的 好在自从上次那通电话之后 已经有两个月 我妈和姐姐没有联系我了 我也是难得清静 但我没想到 就在我考核时间前一周 我妈突然又找到了我 嘉惠 救救你姐姐 救救你外甥呀 果然又是为了姐姐的事情而来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因为我和姐姐都是她亲生的孩子 但是在她眼里永远只有姐姐 嘉惠 你现在没钱了 那是人脉还是有的吧 你快找你朋友 看看能不能借到五十万 你姐急用 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我都已经负债了 居然还让我掏五十万出来 我面露难色 妈 可是我之前为了还债 已经把身边的朋友同事都借了一遍了 他们现在看到我就躲呀 你怎么这么没用 我养你这么大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你外甥被公司扣了 他们说 如果不拿出这笔钱 就要把你外甥卖了 你姐姐现在被他们打了 在医院也等着医疗费 你怎么就这么狠心 那可是你亲姐姐亲外甥 我心里冷笑 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呀 如此厚此薄笔 真的好吗 不过现在这些所谓的亲情 在我眼中一文不值 我拼死生下女儿 却被闺蜜掉包 闺蜜的儿子在我家享受万千崇拜 而我的女儿却被她拳打脚踢 最终患上严重的抑郁症 与高考前夕跳楼自杀 而我直到死亡前才知道当年的真相 看着那对牛子 在我的病床前露出的丑恶嘴脸 我挣扎着想去复仇 却被闺蜜拔掉氧气 活活气死 本以为一切就此结束 可在睁眼 我重生回到了女儿出生的前一晚 续街上集 某日午后 苏雪主动带着棒梗找到我 再见时 我几乎要认不出棒梗是谁 苏雪对棒梗完全放养 相当不上心 她衣衫蓝绿 身上带着亲子的伤痕 神色木讷地站在苏雪身后 不敢看我一眼 可我内心却没有丝毫不满 我怜悯别人 又有谁能来怜悯我的小柔呢 上一世小柔死前 可遭受过比这更可怕的毒打 还有霸凌 如今落在棒梗身上的一切 不过是因果循环的暴命罢了 收回思绪 我看向苏雪 明智地告诉她 今天小柔不在 并且因为要参加夏令营的人故 未来一个月都不会回来 见我这么说 苏雪脸色瞬间变了 小柔一个小孩子 你给她布置那么多作业干什么 月月 你这是在压抑孩子的天性 压抑天性 什么是压抑天性 让孩子通过学习 懂得礼仪廉耻 懂得以己夺人 走得更高 看得更远 这也叫压抑天性吗 我懒得同苏雪这种蠢货 多费口舌 于是直接下了逐客令 谁知苏雪耍赖 死活赖着不肯走 非要等小柔回来 无赖最是难产 我懒得管 便干脆将苏雪扔在了客厅 不管不顾 中途家里的李阿姨 见她可怜 偷偷给他们煮一碗面 看到这里的包子们 不管你现在有多困难 大数据是不会乱推的 刷到本视频 说明你要上岸了 评论区数上岸 你在这个秋天 必定扭转乾坤 上一世的棒梗看都不屑看一眼 可这一世在吃完面后 偷偷找到我 对着我献味道 林姨 你家的面真好吃 我好喜欢 你妈妈在家 不给你做面吃吗 我妈从不做饭 只会给我吃不健康的垃圾食品 要是你是我妈妈就好了 上一世 我对她掏心掏肺的好了18年 她却因苏雪的一点好听手 将我从高额推下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 世上有人是天生坏种 现在却又来向我讨好卖乖 可惜我现在不是什么圣人 说回思绪 我缓缓低下头 这一世也该让苏雪与棒梗 尝一尝我上辈子的哭 离开别墅时 棒梗昂显得很开心 因为在她离开前 我特意允许过她 只要苏雪愿意 我随时可以收她做养子 棒梗以为自己马上就能进入 我家做吃喝不愁的大少爷 于是兴高采烈的随着苏雪离开 结果反对苏雪毒打一顿 和上离是一样 苏雪生怕我和棒梗走得太近 意识到棒梗才是我亲生骨肉的事实 把棒梗看得愈发紧了 但凡棒梗有一心 都会招来这场变态的毒打 可人都是有逆反心的 在棒梗18岁那年 棒梗第一次反抗苏雪 然后带着医生伤一路逃到了我家 我如往常般贴心地为棒梗处理伤口 只是处理到一半时 我故意叹了口气 你真是苏雪亲生的吗 她怎么下手这么狠 回应我的是棒梗嘎吱作响的声音 两久棒梗才近乎其求地问我 林姨 求你收留我好不好 我真的不能再回那家了 如果回去的话 我一定会被那个疯女人打死的 我没有回答棒梗 只是一边安抚一边接近 漠然地审视着棒梗 上一世 我的小柔被森雪棒梗二人 联手逼死后 我曾去看过我女儿的尸体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 那么凄惨的尸体 少女的躯体上 到处都是疤痕 烫伤 掐伤 刀伤 以及有皮鞭和其他不知名物体 留下的大块瘀青 一想到那一幕 我恨得恨不得 立刻送苏雪和棒梗下地狱 但只感人有什么意思呢 比起搭人还是朱欣更有意思 于是我强行忍下怒意 在我百般安抚和温生安抚中 棒梗感动得一塌糊涂 事后 我破天荒地将棒梗留在了别墅 留在了林建后花园的客房 棒梗神色还有些惊喜 以为我终于接纳了他 可棒梗不知道的是 这只是我计划的一部分罢了 上一世 松雪能过得那么体面 全是因为我 他将棒梗留在我身边 怂恿棒梗向我要钱 这对母子俩一鸣一案 一唱一鹤 从我口袋中搜刮了不知多少银子 但重来一时 苏雪显然没那么好运了 在小柔18岁时 苏雪就来找过小柔一次 见小柔不接受糖衣炮弹的贿赂 苏雪直接摊牌 挑明事实 说她和小柔才是真正的母女 而我不过是替她养孩子的保姆 可惜小柔远没有半梗 那么没良心 得知这个消息后 小柔并没有第一时间投诚苏雪 而是找上我 主动坦白了一切 还说养恩大义深恩 若她真不是我的孩子 她会主动离开 但依旧会报答我的养育之恩 我以女儿的话感动的同时 又不免在心中发出一声冷笑 替她照顾女儿的保姆 我竟然不知道苏雪是这么想我的 并不知道 世上竟有人能如此厚颜无耻 竟能将纠占雀巢四字 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事后我并未多说什么 因怕小柔信了苏雪的鬼话 我第一时间带小柔去做了亲子鉴定 并语重心长地告诉她 苏雪就是疯子 让她千万别多和苏雪接触 在我的精心教导下 小柔虽然善良 却不是那种没有棱角的善良 见苏雪挑拨我和她之间的母子关系 她也讨厌上苏雪 不再理睬苏雪 但苏雪是脑子一根筋的 明明小柔都这么抗拒她了 她还是在每月去后花园找小柔 小柔 你听我说 我才是你真正的生母 十八年前 妈妈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 才忍痛把你和林月的孩子交换 可林月对你再好 也不过是个照顾你衣食起居的保姆 只有我才是十月怀胎 辛苦把你生下来的妈妈呀 苏雪的三观乍列 逻辑歪到极点 在我的教育下 长得根正苗红的小柔 完全不受影响 只冷冷道 说完了吗 说完了 就请尽快离开 门卫叔叔还要休息 吓完竹克林后 小柔面不改色地转身离开 只留下苏雪站在原地 可小柔面不改色 甚至没有回头看苏雪一眼 但棒梗就不同了 站在高楼的 我看到躲在墙后偷听的棒梗的微表情 错愕 震惊 兴奋 以及一缕紧针对苏雪的 浓到遮不住的恨意 我嘴角缓缓扬起一抹笑 看来我期待已久的好戏 马上就要上演了 因为我知道 接下来的事情会不出我所料 我拼死生下女儿 却被闺蜜掉包 闺蜜的儿子在我家享受万千宠爱 而我的女儿却被他群打脚踢 最终患上严重的抑郁症 与高考前夕跳楼自杀 而我直到死亡前才知道当年的真相 看着那对牛子在我的病床前露透的丑恶嘴脸 我挣扎着想去复仇 却被闺蜜拔掉氧气 活活气死 本以为一切就此结束 可在睁眼 我重生回到了女儿出生的前一晚 续接上集 四日棒梗不告而别 据她留给李阿姨的书信说 她要去做一件事 等做完了就会回来见我 我并不着急 因为我知道我很快就能再见到棒梗 看到这里的宝子们 不管你现在有多困难 大数据是不会乱推的 刷到本视频 说明你要上岸了 评论区书上岸 你在这个秋天必定扭转乾坤 不出我所料 当天夜里 苏雪与棒梗的名字 在各大平台刷屏 以社会新闻的形式 苏雪年轻时是乖乖女 所以特别向往那些混进社会的男人 哪怕被混混抛弃过数次 还生下来一个孩子 这个毛病也没改 苏雪最新找的拼头 原本是要在后天回京市的 但我从中动了小小的手脚 让苏雪拼头提前一天回了京市 于是乎 在棒梗提着刀上门 想找苏雪报复时 却被苏雪和和她的拼头砍杀 并板正砸死集体 目前躺在医院生死不知 而我坐在家中 一边和女儿共享温馨的亲子时光 一边饶有兴致的阅览新闻热点 亲母亲与尖夫在家打麻将 被18岁儿子亲眼撞破 为防止爱情败露 母亲联手尖夫 将儿子打致伤残 还有底下不少网民都怒骂 苏雪不愧为人母 不把自己的孩子当孩子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 苏雪真的不知道棒梗是她的孩子呢 正因为不是自己的亲骨肉 她才会有恃无恐 肆意虐待 可若是她知道了 想象着那样的画面 在在无法言表 我嘴角缓缓扬起一抹笑 事后我联系了朋友 并靠关系给苏雪与棒梗 分别送了一份亲子鉴定书 据朋友说 收到亲子鉴定书后 苏雪歇斯底里了好一阵子 她不愿接受现实 嘶吼着说不可能 甚至在走火入魔的情况下 主动坦白了 自己曾经调包了婴儿的事实 听着简单 可细算起来 是可以按人口拐卖最判刑的案件 警方自然不敢耽搁 于是匆匆联系司法机构 再度为苏雪与棒梗做了一次 DNA鉴定 但结果并无任何变化 他们的确是母子 生理也好 名义也好 都是实打实的母子 那日收到鉴定结果后 苏雪开始歇斯底里的大哭大闹 不愿接受现实 开始又哭又笑 口水直流 然而苏雪受到刺激太大 得了失心疯 但每天下午5点到8点 她都会清醒一段时间 但是在短暂的痛苦懊悔过后 又会再度陷入失心疯模式 听了好友的话 我嘴角缓缓扬起一抹笑意 真好 这样活着 永远保持清醒 永远保持痛苦 可比单纯的死亡要好多了 我要苏雪长命百岁 这样她才能一直痛苦地活着 为我上一世惨死的女儿赎罪 苏雪与棒梗那件事 因为上了社会新闻 而被传得人尽皆知 但身为当事人之一的 我却没有参与其中 因为小荣马上要高考 我这当妈的忙着做后勤 直到一个月后高考结束 我才拎着果蓝去到了监狱 苏雪坐在监狱角落 神色呆滞 这会儿苏雪仍是失心疯的状态 谁来了也认不出来 无奈我转身去找了棒梗 她被生母联手砸断了脊椎 特地失去了像正常人一样 活着的群力 我借着探望的借口 走进病房时 猝不及防听到一声惨叫 好疼 轻点 别打了 我眸光一闪 顺势朝内看去 就见棒梗像的废人一样 躺在床上 直到看见我 苍老的护宫才收回手 接着做贼心虚般匆匆离开 看到我后棒梗眼睛猛然一亮 心洗得到 林姨是你 你来救我了吗 棒梗 原来你也有这么一天了 动态不得被人殴打 重来一时 我其实没有故意想针对棒梗 棒梗却在阴差阳错之下 变成了我上辈子死前的模样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吧 林姨 你怎么了 难道你不疼我了 棒梗 你最在意的母亲就在监狱 我怎么能阻止你们母子相见呢 你就安心待着吧 我不会让你死的 就连护宫的钱 我也会好好帮你垫付的 文员棒梗目露茫然 拼命嘶吼着叫我林姨 求我带她离开这个鬼地方 而我置若罔闻 直到快走出病房大门 我才突然遁住了脚步 妈 求你救我 这个护宫都不是人 他虐待我 不给我饭吃 还拿针扎我的肉 棒梗哭泣着 声音颤抖 我不知道棒梗是何时重生的 但因棒梗所言 他应该是被困在上一世棒梗的身体里 共享无感 却没有身体控制权 妈 求你救我 这个医院真的不是人呆的地方 我想回家了 我想吃你做的饭了 早干嘛去了 妈 我是你亲手养大的孩子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也知道 你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 但你上辈子杀我的时候 可没有手揉过半分 话落棒梗动作一僵 他似是没想到 我还记得上队子的事 变得有些苍白 而我已经没了继续和棒梗纠缠的心思 笑着道 上一世你不是嫌我管理管的太严 只想要苏雪做你妈妈吗 好 我满足你 苏雪在对面的监狱 你在监狱对面的医院 你们母子二人可以一直相亲相爱 致死都不会分离 妈 你不能 你不能这么对我 而我置若网闻 在找到医院值班人员告诉他 病人情绪不稳定 需要打阵定计 我离开了医院 前脚刚出大门 后脚女儿便扑了过来 笑音音的同我说 妈 你听说了吗 我是今年的高考状元啊 我先是一正 接着喜极而泣 宝贝 今晚你想吃什么随便选 妈妈给你做好不好 那我要吃小酥肉 她的女儿灿烂的笑脸 我心间一暖 牵着女儿的手 向更美好的未来进发了